港版國安法,從去年上路到現在 已經有至少 117 人被逮捕,64 人被起訴 最近也出現了第一個被判刑案例 他是 24 歲的香港人唐寅傑 根據香港警方表示,2020年7月 唐寅傑在示威抗議當中 騎著一台插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騎士的機車 衝撞三名員警,所以當場就被逮捕,移送法辦 雖然員警的傷勢都不重,但法官認為 唐寅傑是蓄意衝撞,而且機車上的光時騎 明顯是在分裂中國,因此認定情節嚴重 所以就算唐英傑的律師努力辯護 唐英傑本人也表示後悔 但最後,法官還是依照國安法中的分裂國家罪 以及恐怖活動罪,對他判處9年的有期徒刑 消息傳開之後,可說是震驚了國際社會 美國、歐盟都批評判決不公、扼殺人權 唐英傑的律師也強調會繼續上訴 但有不少親中人士,還是表示這判太輕了 就可以看見更多了 毛還未來的話,再查查、再查查 採訪了 更為視聴